你录音应该录屏的不应该录音 你看我如果讲讲讲讲出来能够能够搞得定的话 就说明我也懂了哈 你看我现在从从从开始说哈 怎么有点抖动了感觉 是是是他那不稳 感觉声音炸掉了 卡住了来了网络有点不稳定了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马上就好了 你先停一下吧 还有网络 哎呀 你家里没电呢 就这样 哈哈哈 重来哈重来重来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 要我听得到 啊你你录个音吧 我那个我刚才出去 拿快点还没开始还没开始还没开始 还没开始看得到了吗 可以 好现在开始啊 我知道我得出去 我得出去一下 要不然我录着我录着我录着 嗯 省见有录省见有录哈 好我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利昂 啊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行你那个是小问题 正确的现在 你那个小小问题就是一个输出的问题吧 我说一下这个逻辑哈 对对对 我们下下来不是这个包吗 对不对 对 这个是那个 nmstg的包 那这个包解开了之后呢 怎么用呢 是这么用的哈 它里面有两个东西 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这个并文件里面 哦不对 说错了 是这个library library里面有一个python 看到没有 嗯 python里面有这四个文件 其实这四个文件是什么呢 这四个文件就是python的第三方包 知道吧 对于对于那个python3.6也好 3.5也好 它是没有这个 没有这几个包的 它那个文件目录里面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所以说这几个东西要考到哪里去呢 你要把它考到你的那个我举个例子 你要把它考到这里来 稍等一下啊 考到我们python的第三方包的默认路径 你知道是哪里吧 好像就在那个什么squiff下面那个地方 啊不是不是不是 是在url 不是usr 然后斜杠usr斜杠local 然后里面有个lib lib后面就是你python的版本吧 我举个例子哈 就是你python的版本 然后你python的版本的话 就是你python的版本 然后后面有个site 有个site 就是si站点那个单词 packing那个目录下面的 我给你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我举个例子哈 就要把这四个东西呢 就是这个东西放进去就可以了 知道吧 我的网速有点慢呢 我现在 你装装第三方包的时候就这样装 你看到没有就这样装 但是呢这种装是从哪里呢 就是从阿里云来装 装第三方包 这个就是装第三方包的命令 就我第一行你看得到吧 然后实际上不是这么用的哈 他那几个不是装的 是直接烤进去的 知道吧 就把那几个包烤到哪里呢 我我我给你开一个东西 你就看你就明白了 你说我这里哈 你看啊 你看得到我的屏吧 你看到你说 我看得到哈 然后的话呃这个里边 看到没有这个目录 嗯 这个目录看到没有 你看我是不是烤进了四个包 这里绿色的 对烤进了看到了 看到了哈 就是烤到这里 你记住这个目录哈 嗯这个目录 那那版本不一样哈 你比如说你是3.5 那就3.5了 3.7就3.7了这里 对好ok这是第一步哈 好这是第一步 我我我说一个一个来哈 这是第一步我回到这里哈 好这个这个从哪里来呢 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呃官网 就是买是破上面下下来的这个包 这是第一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你就你就这样子哈 啊你就你就到这里了 你就到他的这个包下面 到这个ZEDI里面去打开这个这个软件吗 对不对 对对 好打开之后就像我现在这样 打开之后我跟你说 在这个东西怎么用哈 好我现在把它清除一下哈 清除一下 我把它清掉这里很重要哈 很重要 呃我哦不对是在这里 我把它清掉你看啊 清掉之后呢 我第一我第一步呢 比如说我要去 我要去收集券的信息 对不对我举个例子啊 你收集券也好 收集什么节点也好 你主要选个对象嘛 比如说你收集leaf 你收集券收集receiver对吧 那我现在用券来举个例子哈 在左边的导航栏里面 看到没有有一个券 看到没有券get 好点右键 它会一个generate 就会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模板 这个模板呢 你又到右边的这个导航栏 看到没有 点开它 它无非就是什么呢 我我说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哈 这个东西就是 你对这个券所有的属性 比如说我要去 我要去收集某一个ontape系统 这个券下面的哪些属性 它属性很多嘛 好这个query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这个query里边 你这个query里边有一个名字 你要去输 这个很麻烦哈 在这里 你看有一个券的ID 你看到没有 这里volumeID 这个volumeID里面有个名字 有个name你看到没有 这里 你点中它 右键add 你就要在这里输一个券的名字 知道吧 给它一个名字 当然我们不这么做的原因是吗 因为我们一个存储上不止一个券吧 你至少你就装个系统嘛 你也有两三个券嘛 对不对 有个根券嘛 对吧 所以说呢 除非你知道所有券的名字 要不然你就怎么样 或者你只收某一个券的信息 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指定 我指定收比如说ABC这个券 那我就要去在这里输它的名字了 你就要在刚刚那个位置去输 那如果你要收所有的券呢 怎么办呢 就把这个全部删掉知道吧 看到没有 就把这个query就是搜索这个信息全部删掉 好这个记录呢 就是说我收出来这些属性呢 我大概说我要给他多少个记录 一般来说我们输一千个一百个都可以 知道吧 一千个就包含得更多嘛 但你不一定有一千条记录 对不对 你给它一个罚值 我这样讲能明白吗 神剑 明白 明白 你说继续 如果你不明白的时候就打断我 我觉得我现在讲的还是应该比较清晰 神山也是一样的 你看到这里呢 主要是收这个券的属性 那我们其实为了方便 我们就不做这么多 我怎么做呢 你看 我就把这些不要的删掉 是吧 你看我们刚刚不是说券ID吗 到ID这里 你点右上角 不要这样去删 点右键是删 它是一个一个的删 你点这里 右上角这个叉叉就全部删掉了 然后呢我们再选哈 再选哪里呢 我们再把 因为我们只是举例子嘛 对不对 那举举举例子的话 我们要举几个重要的例子 Language 我看一下 我跟你说 删删删删删到哪里 删到这里 然后呢 你看 我留了一个券ID 留了一个space 留了一个status 为什么有status 因为我要看我这个券在不在线嘛 对不对 我要看space 看我这个券里面的空间嘛 对吧 使用了多少空间 那剩下的我就暂时不要了 也就是说我留了三个大的属性 对不对 一个ID 一个space 那我又对它下面的纸属性进行一些 因为太多了知道吧 好 我又把它干掉一些 干掉一些 我只留那些 比如说 我要要的东西 是吧 你看啊 我把它点叉叉 叉掉 然后你看 江青帕子 就是我们熟悉的留下来 你不熟的 我把它干掉 就是你要去 搞哪些东西呢 你就要把它留下来 然后这里干掉 然后我留一个我们常规要用的哈 比如说space里边哈 space里边我们也干掉一些东西哈 也干掉一些东西 你可以干掉很多的哈 我只留几个哈 留哪几个呢 我留 其实我开始留的比较多 留这个size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 到 假设我都不要吧 对吧 好 这样子的话 我就我就选中了 看到没有 选中了这些这些属性size 你看最后还有一个status status里边我也 我也干掉很多啊 干掉很多 我只留stater 就是在不在线呢 这些东西 好了 你看我现在右边选的 就是我针对某一个 gm的属性 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选择嘛 对不对 对 这个可以可以理解吧 我选的选的都是常规的 好 讲好之后呢 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呢 我要去点连接 又卡了完了 点连接 卡了卡了 嗯 我 是吧 听你的声音 我的 难道的事情 稍等一下 好了好了 我到远程虚记挂了 等一下 等一下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稍等哈 好然后我就去连我的那个远程的on tape 哇 哇操什么连不上了 好尴尬 没事 等我一下哈 呃你看得到我的屏哈 哎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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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能看到吧 看到看到看到 你说可以看到 好了 好好好 好我现在就去连我的on tape 好连好了看到没有 啊 连好了之后呢 我就要去点一下这个这个执行这个箭头 点一下执行 哎 他就生成了一个叉码文件看到没有 嗯 这里有个叉码 然后有个脆脆里面就是这个叉码的一个 人就是人我们看上去很很舒服的一种东西 你看他这里面的内容哈 其实是就是我刚刚选中的对不对 你看 看到没有 嗯嗯 但是他有三个卷 所以说他有三个卷的attributor属性嘛 你看attributor list 因为为什么这里有三个 因为我有三个卷嘛 对不对 嗯 你怎么看得出来它是三个卷 number4的等于3嘛 哎对 这个他名字不一样 你看嘛 这个这个svmroot看到没有 然后另外一个还有还有这下面 那那总的来说呢我简单的也说哈 这就是三个卷 看到没有 名字你看到没有 好 我这个undership系统上面现在只有三个卷 你有100个就就就收出100个这个 好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你就点这个开发 你看到没有developer 就在这里 这里我讲一下哈 这是啥意思呢 这里你要去选个东西哈 在那个performance里边有个语言看到没有 语言里边你就选python 嗯 你选哪个语言 他就生成哪个语言的一个脚本 知道吧 或者是程序吗 叫做好 我我讲一下这个脚本哈 这个脚本是这样的哈 第一个导入一个什么 导入一个系统的这个这个包 这个是类似的 built in的 然后第二个呢是把你 如果你的python是装在你的 windows笔记本上面呢 他会他会把你的笔记本这个这个路径给导进来 知道吧 这个笔记本的路径给导进来 他是这个意思 好 就是你当前这个路径就是你装这个路径导进来 这个没所谓哈 还有这个这个na saver是什么呢 na saver就是api 就是我们刚刚导造我们那个 linux的那个 不管是linux 你导造你那个python的什么 python的第三方库的路径下面的那个包 就是这个 他为什么只有一个na saver呢 因为这个na saver会去掉其他三个包 知道吧 这个import信号就是去掉其他三个包 他就会把所有的相关的都掉进来 知道吧 这个na saver负责什么呢 就负责这一块登录的 看到没有 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python的类 这个s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实力化 实力化了之后 调用它的这些方法去什么 去登录我们一个on type系统 1.106是什么呢 是版本是这个na saver的版本 知道吧 明白我的意思吧 明白 是 好ok 好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 重要的单词 就是这个na element 就是元素嘛 就是这个第三方块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类 这个类呢 就会去什么 他是一个干什么的呢 他就是通过这一堆脚本去生成一个 xml文件 知道吧 你看现在这个xml文件有了吧 他在哪里 他在我现在这个虚拟机的 这个windows2008上面 知道吧 所以说呢你看我把这个拉下来啊 你看他就他就这个结构很清晰啊 他是api等于这个类 就是这个api是他的实力化 然后这个xi是什么 xi就是他的什么 他的第一级 他就把这个这个这个东西你看 他就把这个这个属性的 这个属性的给到了这个xi 然后呢 这个xi跟API是有关系的 你看到没有 相当于他说什么呢 你看api.求准添加 就是他添加他的指向 相当于说 xi是API的什么 类 API是他的负类 知道吧 嗯 就是xi继承的API 就这个意思 好 然后呢 你看 xi1呢 同样的逻辑 xi1啊 又添给了谁 又是xi的什么 类 x2呢 又是x1的类 知道吧 这个一类一类的就是相当于什么呢 就相当于什么 我告诉你啊 相当于这个 相当于这个 这个层级 看到没有 这个是 这是爸爸 这是儿子 这是孙子 就是这个意思 嗯 他就一类一类继承下来 实际上说 他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说 他就是通过这个 element的这个这个类啊 他通过NASaver 去连接什么 untable系统 对吧 NASaver就代替了谁 代替了我们用SSH去连嘛 以前我们是用SS去连 然后说个叫 说个命令行的输出嘛 对不对 他NASaver就代替了SSH 然后NASaver就代替了谁呢 NASaver就代替了我们去 构建那一个xmail文件 的函数 就相对于是函数嘛 是一个类的方法 就是函数嘛 然后他这个方法是一级一级的 然后你看哈 你看他这个字符串哈 你看是不是跟我们那边的一样的 你看到没有 你如果看这边啊 你记住这个哈 你看我吹牛的过了是什么 是不是Volue Otributor Volue Otributor里面是不是Volue ID Volue Space Volue status OK 我们把这个记一下 这个没几项 你过来看啊 他是一层一层往下继承的 看到没有 比如说XI4你看 XI4是X1的指向 对吧 他是什么 他是一个Space的嘛 你看到没有 其实XI4呢和XI2是同级的吧 不XI3是同级的应该是 你就能看出他的什么 他的他的层级来 你看XI3 其实XI3是跟XI4是同级的 对 我打电话你们继续 对XI3跟XI4是同级的 他其实就是一个XI3的层次 然后他这样继承下来之后呢 到了这里为止哈 他就构建了一个XI3知道吧 就把这个XI3构建出来了 然后构建出来之后 他在哪里呢 他其实是在这一段Python运行的脚本 所在的那台机器的内存里 他只在内存里 他并没有把它变成一个文件 知道吧 这个XI4是一个实力的名字 他就他就什么呢 XI4就就付给谁付给XI4呢 他就把这个Element的API啊 总的这个X名文件就付给了这个XI4 那沈南南你知道打印XI4 是会会有什么结果吗 南南 然后你又是把那个那个XM 那个那个那个文件打印 对对对对对 你看这个XX他其实打印这个XX 他有个方法嘛 叫SprintF是吧 他就会把整个上面构造的这个XML文件打出来 知道吧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一堆文件 你看到没有 不用复制下面这个XO XO这里复制吧 从XO开始往上 你看到没有 一直把它copy下来 看到没有 把它copy下来 好 copy下来之后这个软件就没有用了 知道吧 让你做编译是吧 然后你去去去提起这段了 不是不是你看哈 我表我把它copy出来 我跟你说 可以说怎么用 你看哈这里 你看 VI一下API看到没有 这个就copy出来的效果了 我就跟你说这个效果好吧 我把我把这个关掉了哈 关掉了就就就就解决一些网络嘛 好吧 你看 大病了啦 大病了 我前面讲的明白了吧 刚一个发的那样 啊 对 你开视频 他其实是通过刚刚那个软件去构造了一个 通过全我们的那些APS 就是我们那个软件里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 我们NTAB系统的各种对象的属性 比如说LIFVVVVSRVVVVS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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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VSRVVSRVVSRVVVSRVVSRVVVS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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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VSVVVS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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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YG Entonces 之后通过抓取Untype系统的那些真实的属性 构建出了一个XML的文件 这个文件呢我们也可以在什么 也可以在这里来做 就是我们把它考过来了嘛对不对 你看我考过来了 我已经我已经复制下来了看到没有 那我这里我要我要把它写完嘛 就是我具体到哪一个 你看具体到20.111对不对 然后呢这是他的finder就是控制器嘛 然后hdbs43的端口去连login 然后呢用户名密码是多少看到没有 然后下面的就是我要构建的这些元素嘛 他已经有了是不是 巴拉巴拉巴拉重点来了啊重点来了 重点就是这个XO这里哈 XO就把我整个XML文件输到这个变量里面了 也是一个实例嘛 好然后呢我就不打赢他对不对 好接下来我就开始操作他就这个意思明白吧 我就开始操作他怎么操作呢 这个XO里面有几个方法 一个是这个chozen gate 一个是child gate 一个是chozen gate看到没有 好我就开始去把这个XO里面的XML文件 按他的层级提取出来就这个意思 我的第一级是不是attribute list 对吧 那我就我就把它提取出来然后负给result 是不是 然后呢 呃就是我举的个例子哈 你就会你就会去去打印这个result的呃他的那个 呃内型他的内型就是一个什么 啊他的类型就是一个呃他就是一个类的类型什么类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na element na 就naelement的那个那个那个类 类他的他的一个他的一个实例知道吧他就这个意思 然后呢我再继续来啊我通过他的他的他的这个呃就是顶层的这个 特别人历史的下面呢我把他下面所有的都给抓出来就是秋冲Gate 我什么都不附就是把 这一顶级下面的四层目录 假设他有四层书型嘛 我把四层全部给抓进来抓到哪里抓到这个变量里面去 r e s就是without的缩写嘛 抓到这个这个变量里面好这个时候呢 抓进去了之后呢这一场这一行语句是什么呢 他看得明白吗什么呢 那我再看 这一堂就是很简单就是打印了一个表头知道吧 你就打印那个表头就是我自定义输出的知道吧 我知道你把那表头跟跟跟制服强度的定义出来 哎对对对我每一个我每一列占十个字符嘛对不对 不是每一每一列对是列明占十个十个字符看到没有 然后呢这些就是我要取的之段漏的呀 漏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这个 那个卷所在的哪个节点 卷的名字卷的风格比方说它是呃 它是什么呃对吧那个那个什么 nt的或者 windowsnt或者是什么linux或者是 混杂的吗phelix是吧 然后它的状态再现offline 还有它的这个type是吧type是什么 type就是那个那个r什么rw是吧 对吧 还有它的它的它的大小它的可用容量 还有它的使用百分比 好我就取了这几个 然后格式化输出嘛 因为我这里边并没有这些变量嘛 在这一行里 我就我就把它怎么 用delfort 把这个变量给什么写进去嘛 把变量的值给写进去 然后对应到 右边对应左边这样写进去 其实呢 这一堆就打印了一个什么表头 对吧 好 然后就用负循环来了哈 负循环这个负循环就搞定所有事情了 这个负循环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一个变 我的一个变量在这个什么在我的x o的这个就是就是我的变量里循环嘛 对不对 我怎么循环呢 我要一层一层的去找嘛 怎么循环 我这个i就找它的下一集嘛 他下一集是不是你过了那个什么什么 吹牛历史的之后是不是就到了这里 我6ID 吹牛车是不是 在我6 在这个我6ID吹牛里边 他的下面就有个字符串知道吧 字符串就是名字叫什么叫漏的 这个漏的就是他下面的一个列表的名字 也就是说我要去取这个字符串为漏的的这个 这个字典的 这个下标所对应的值嘛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然后那这下面我又取了他什么 又取了他的什么内门的值对吧 肯定这个漏的的值比方说是漏的一吧 对吧 内门的值是Volume0对吧就这个意思 然后对应的去取这些什么 字典的k 这些都是k字哈 然后取他的Volume就取他的Value 知道吧就这个意思 然后一个一个取出来 负给什么 load 负给name 负给style 负给这些变量 然后往下走 把这变量都负好了之后呢 是吧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什么格式化的一些输出嘛 因为我倒数的我那个size 和available 就是口用容量和容量啊 是是整形的吧 我就把它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字符形 然后把它加了一个照 然后计算了一下 他不能是字节嘛 要除以两个1024 然后然后呢 最后这个打印这里就是一个真实的变量了 就是我刚刚上面这些取得真实的变量的 对吧 他的他是有变量有值的嘛 也是对应到我的表头 来输出这些列的值嘛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一个变量 他每一次循环循环一行 那一行就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的一个卷 我们不是刚刚看到那边有三个卷吗 好就这样的把它打印出来知道吧 打印出来就完了明白了吧 所以说我这样打印出来会有什么效果呢 我给你们看一下 打印出来就是python API 看到没有 我就把这个这个这个打印出来了 我这个on tape系统上有三个三个玻璃对不对 然后他的内型 他的风格 他的style 他的size有多大 然后可用容量 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他的使用空间嘛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格式化输出嘛 好我讲完了明白了吧 那我我我我懂你那意思 那你那个 我这个脚本在哪里 我这个脚本写在这里了 你可以你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脚本 稍等一下 其实呢 其实我总结了一下就是 是因为 内大部的那个API 啊那个那个包啊 其实他的这个功能呢 就是通过XM文件 这种标准的格式去定义什么 去定义我们存储的那些 群简的那些属性那些log 如果我们是用 呃文本文件的话就有个问题 我这里有文本文件的输出啊 你看一下文本文件 其实就就就比较乱 你知道吧 这个txt的 他就没有这种标准的格式 知道吧 他也没有这种层级的 所以说你就要这样去定义 你看你看文本文件 你是不是要打开一个文本文件 当你用这个line.split的去分割的时候 他会把你这个文本文件的输出 这个这个零食的这个 这个零食的tempel的line 和line 这个line本身是从文本里面取出来的 一行一行嘛 那他他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字母串 其实他不分不区分那些空格和字母和数字的 他这一行全是全是字母串 所以说你根本没有办法去什么 把它取分段 所以说他用了一个 splete 去把它分段 分段以空格为间隔 你从空格为间隔 每一个每一个单词 他就不是字母串 就是每一个单词就作为一个什么 作为一个变量输出 知道吧 作为一个变量的值来输出 他就用循环很多循环 用了一个循环去输去格式化他 知道吧 格式化他之后呢 他就找出什么 找出大于是是列的一个行 然后呢又去找什么 他知道他的 这个这个其实他最后要要的是这个 就是他每一行呢 他就会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列表 列表就有下标嘛对不对 就有零啊一啊二啊三 负义是最后一个的意思 我们那个 这一个是针对什么 leaf的文本嘛 对吧 其实这种文本是不规范的 知道吧 他里面的格式也是不标准的 那那有可能你这个 你这个收出来的你这个 interface啊 可能就不在这个下标是零 这种用下标有个不好 有个不好的 这是列表的下标 列表的下标就是用数字嘛 其实你并不一定知道 哪个数字代表 比如说一 一是代表interface呢 还是代表这个节点的名字呢 还是代表这个 券的名字呢 其实你是给我猜的嘛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 这完全就是 你没法去写死 你写死 我们说的规范点不说写死 就是没有固定的格式 对不对 对啊对啊对吧 你你可能收出来的可能是七行七列 我收出来的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三行 五列 那那你要去写这个脚本的时候呢 你该怎么写 就是你先看那个命令行 要不先看落格 然后根据落格的规律 你要肉眼去找那个规律嘛 对不对 他找到之后你再来改嘛 所以说用这个脚本的时候 海超就就问我了 他说我那个不是四啊 是五啊 对不对 我有五列啊 对吧 那有的行有只有两列 比如说时间的那一行 是不是 他可能只有两列 这个我都我都看我都看过 所以说 所以说呢 这个是一个不标准的方法 就是用什么 打开文本 这个文本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秀的命令嘛 对不对 比如说你秀两条命令 和你秀三条命令 那我们的行数啊 列数可能都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相对而言 是一个不标准的做法 所以说大伟和裴伟才 才说什么 我们一定要用API API呢 我总结一下 API就是什么 通过XM的标准格式 并且API还有一个好处 他提供了很多官方的那些 很标准的很detail的 那些属性对不对 完全可以 你可以选好多好多属性 对吧 都都是定制好的 并且那个东西收出来的东西 厂商是要负责的嘛 你这个文本收出来 是工程师自己收的嘛 对吧 格式也不标准 当我们遇到这种不标准的格式的时候 你要去做什么 比如说导入数据库 导入一个Sail 或者是做一些 运算处理的时候 判断处理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写出来的这个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 所以说他推荐我们用XMAR知道吧 用XMAR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用标准的格式 有标准的什么 层级 因为你拿到的XMAR和我拿到XMAR 其实层级上是一样的 只是说你选择的属性 可能和我选择是属性不一样 我可能选择是LIF的属性 你可能选择是JEN的属性 但是结果 那个利昂 那我因为前面没听到嘛 那我就问你个问题 你既然说 对XMAR是个大家都是一样 统一的属性 统一的格式嘛 那我这样去读这个XMAR的时候 我的就是 他的列表就是包括LEN 这种都能定位嘛 对不对 没有没有 XMAR不是列表 他是一个什么 他他准确的说是一个NA Elementor的类生成的一个实例 没有我的意思是他就是有一个格式嘛 相对来说格式是统一的嘛 他是有他的格式 但是他被导入Python之后呢 他就会变成一个字典 知道吧 那怎么就是按照你说法 那我们很多环境情况下 我们不可能就是像这种API 我直接就Connect 连到客户的机器上去 去那个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你想想他是这么一个逻辑 我跟你说一下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你想想 如果你到客户那里收日志的话 一般来说有几种情况 就是最正常的情况 是不是你的笔记本 通过他的管理口 针到他的on-tape系统 对不对 但是XPUB AutoSupport好像里面都是插面格式嘛 对 也就是说你其实你只要通过SSH 或者网络能连上去 你他那个NA SAVER就可以连 知道吧 只要你网络通 有管理员相应的权限 你就可以 我这里打断一下 其实这个 要连接这个80端口的 也不一定是那个管理的 我记得 他不是80 他是443 43也好 80好 CDP这个嘛 我记得 就是我们收日志的那个口吧 他不是SSH 那个管理IP的 他不是群基 那个管理IP的 他用的是 我记得好像是用那个VSERVER的那个 啊 VSERVER的大概 我 我先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不是不是 其实无所谓啊 你你怎么去连的话 是无所谓 你跟 他实际上还是要提供 Admin和什么PASSWORD的嘛 就Admin的密码嘛 只要你 你都能拿到Admin的权限和密码了 你其实 你或者你收日志也好 收SSH也好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不是很重要吧 不一定啊 有些客户那边有防火墙 啊 是是是 那个东西你肯定就不能收了嘛 对不对 你所以说这个是你跟客户沟通的一个潜质条件 我觉得 所以这个脚本不一定在所有客户那边都能用 有些客户跳板机不可能让你装Pathom啊 对对对对对 首先你这个实际上你跳板机和你的笔记本 肯定要有Pathom 对吧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我们 初步开发出来的是用于 那个PSN端完之后的一次询检 对吧 你做自己的检查 其实如果是我 我来用这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哈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 我觉得呢就是什么呢 就是 待会我还有一个案例跟你分享一下 就是 其实昨天呢 我也没搞清楚这个就是阿军 阿军也在是吧 哎 就是昨天阿军下午给我讲了三个小时 知道吧 我就搞明白这个意思了 他一步一步 我好像阿军先前他是做过这个 但是他没有做过这个XML是不是 但是他知道这个逻辑 他就跟我讲了一下 他之前开发的是用API开发的 对对对对 我以前弄的是是那个Excel的 但是我明白他这个逻辑了 其实逻辑就是他用这个脚本呢 在构造一个什么 他先去构造了一个XML的文件 构造了他负给了谁呢 负给了XO这个什么实例 就调用了这个invoke的 就是就是其实在里面 只有两个东西 一个naSaver 一个是element这两个类嘛 对吧 一个类负责去去 一个类负责去搞这个 XML的组件 通过我们选择的这些这些字段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类呢就负责去通过什么 43端口去连接我们的什么 on type系统就这个意思 然后构造了一个XML文件 他有一个T型的或者叫竖型的结构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运行脚本只是去 去什么反向的 根据他这个结构反向他是矮的嘛 我们是什么去获取get是不是 他是矮的添加 添加一些XML的层级 然后我们是通过什么 他这个定义好的层级之后呢 我们去反向的把它取出来 取出来这些值负给变量是吧 负给变量然后打印出来 或者是什么 你把这些编量导导导到数据库里面去 你更好操作 我想过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要我要去获取一个什么 大一个卷使用了80%的卷 比如说有5个 我就很快就把它收缩出来了嘛 假设我这个存储有100个卷 对不对 或者是他的状态是offline的 我把它找出来对吧 好 然后也可以做一个报表给客户嘛 你导到mysecret里面都可以 我想过这个问题 其实是所有数据导进去嘛 你从mysecret里面写 你mysecret里面你你定义一个表嘛 也跟他同样的名字的列嘛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用我上次我分享的那个 mysecret的导入 其实你可以导到mycircle也可以导到excel excel提交给用户 mysecret呢就是便于 其实我用我觉得这个东西 在这个文本输出其实不好判断的 你想想我们要判断这些东西 哪些有错哪些有对 我还得写一个写一个义符 对不对 写一个义符判断 这个判断是很怎么说 是很个性化的嘛 比如说阿军你写的和我写的不一样嘛 对不对 那如果是我们把这个表导到哪里mysecret 那个完全是结构号的语言嘛 他说出来的其实都很标准的嘛 比如说where什么 像那么OCM用的就是mysecret的表 对吧 你where一个语句 买这个表 我们要做实验的话 就是要分解这个结构 然后知道每一步的意思嘛 就这个意思吧 对吧 所以说通过我这样这么一说的话 你应该明白明白怎么去构建这个表 哎就拿沈丹丹说吧 你先前没有明白 你现在明白了吧 对我我之前我就没听这一段 所以所以直接说XML 我还有还有API的时候 我就懵着了 没没没所谓 其实也不难 其实理解了也不难 昨天阿军跟我说了之后呢 他并没跟我说这下面怎么写 然后呢 他跟我说了 这上面的结构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他告诉我怎么去提取 提取提取哪一个值 对吧 比如说提取load的值 它是一个字典嘛 他到一个key key对应的volume 是什么提取 他主要是跟我讲了什么呢 讲了这个层级结构 知道吧 这个层级结构 还有就是做最后这两个方法 你看到没有 chill的git和什么 chill的git stream 对吧 还有一个 chill的git这个是什么呢 这三个关键字是 是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element element这个类里面的一个方法 他被赋予了给 xo 对吧 那我们就通过xo 这个就这个去调用他嘛 就这个意思 阿俊我讲的对吧 没错 就是对象的方法 对对象的方法 付给实力 实力在调用 调用了之后呢 再付给我们的这些 具体的一个一个的变量 对不对 load name 是吧 style 然后这个变量再打印 通过格式化 打印出一个什么列表嘛 对不对 其实这种二维的列表的话 可以导入关系数据库 买saker 或者其他的 其实这种最直观 并且可以用结构化的语言 去什么 去判断去搜索 比你在里面再写什么 两个eif 三个eif 要效率要高的多 不是这么想的 这就不是 这就看你擅长什么 对吧 你Python很厉害 那你就还能写 Python也可以写得出来 你看我刚刚那个文本 不是就自己写的吗 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 每个人的差异很大 知道吧 这没人差异不一样 看 偏重点在哪 并且还是有效率上的差异 比如说人家跟你说我要取 比如说客户说 我要取另外一个指南 你又要写个脚本 那我在saker里面就很方便了 都是公共的 是不是你自己搜索我就行了 对啊 所以这就要输入库的重要性 对 所以说我们就是在想把各种应用 我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现在说说另外一个思路 我的自己的一个感受 我学了Python之后 我就想把我觉得Python是一个什么 有很多第三方的库 有很多 它是一个万金油 有很多功能 那我是需要把Python跟Excel Python跟MySQL Python跟什么前端web Python跟这个这个是吧 XML Python跟亚门 你看我再给你分享一个哈 这个说完了吗 XML我再说一个这个东西哈 说一个这个这个 他跟那个亚门的亚门的一个 MySQL和Excel我已经讲过了 上次我就不说了 我说这个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我 我我今天才做的 你看这个这个更简单的 你看但是简单的复杂的 都是简单构成的嘛 你看这个是什么 我导入导入了安装一个这个PyY PyYUM的这个包嘛对不对 好我就导入到YUM这个导入YUM这个库 然后呢我open 对吧我打开一个文件 打开一个什么文件 我这个是文件的样本哈 这个就是文件的样本 我这个三行注释的 看到三个引号注释的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YUM的文件 那YUM的文件 我就写了一个数据库的什么连接的方法嘛 主机端口 用户密码对吧 然后呢 我就不打开这个文件 打开这个文件之后呢 我就把它附给他是吧 这个是固定写实的格式哈 固定格式 我就可以通过什么 他就相对于把一个YUM文件导 导进来导到Python里面导成了一个什么 变成了一个这个 一个行为就是一个字典 知道吧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要是下次登入数据库的时候 你在数据库里面就不用去 去写下标了嘛 就直接去把这个文件导进来就可以了 换句话说 比如你有其他的亚门 我们这个这个最好用的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那个Docker Compose Docker Compose 和K8S不是都是亚门的吗 那个东西就可以用什么 就可以导到什么 Python里面 就变成字典 你就可以去处理他 知道吧 就这个意思 这就是亚门和什么 Python里面的字典 Dictionary的一个数据转换 其实这种转换跟什么 跟我们XMail转换进来 变成一个变量是一个道理 那我再给你看第三个例子哈 第三个例子是是吃这个 是这个东西啊 就是刚刚我在我在试了一下哈 也可以的 也可以的就是这个XMail 把它变成一个字典 直接把它干成字典 怎么干的 其实就是把我们 API生成的这个XMail 还是一样的哈 你看 API生成的XMail在这里吧 好 巴拉巴拉巴拉到上面这里的就变了哈 你看 哎大家看得到吗 哎你们看得到吗 看得到看得到看得到 你看这个XO这里还是我们 我们从API拿过来的吧 但是我把这个XO附给了谁 附给了一个字典吧 一个DOC的一个字典看到没有 通过这个 这个是哪里来的 这个是我们安装的这个嘛 我们安装一个第三方的块 就这个 就这个东西看到没有 就是你去安装这一个第三方的模块 然后呢 他就会 他就会让你把这个 XO的这个什么Element的实力 转换成一个字典 然后那他下面有个大的像就是 他的有个下标 就是一个 呃字典是 索引为字符串的一个列表嘛 相当于是一个数据类型嘛 好你就会打出他 他就是告诉你他就变成一个字典了 这个叫什么字典叫有序字典 有序字典 然后呢 你就可以什么 你就可以一个一个的把他 你看 这个不是我们上面的格式吗 层级吗 第一级 Attribute List 对吧 第二级 是吧 Volume Attribute 是吧 但是呢 因为你有三个Volume 对不对 所以三个Volume就不能用什么 你有三个Volume的时候 你就不能用 呃字典的类型了 所以说他的下一集就变成了一个什么 就变成一个列表 因为三个都是一样的名 一样的属性像嘛 所以说他用了0123 好这个时候呢 再往下走 比如说你去看B0的 哎 你就看到他下面的又又变成了什么 又变成了属性是不是 那个ID嘛 如果你要变成这边的Space 我们刚刚不是取了三个吗 ID Space和State 什么是吧 State 然后最后我去取这个这个值嘛 从这个角度来看 从字典的角度来看 是不是层级结构更清晰了 你看 Attribute Volume下面就是Volume ID是吧 Volume ID下面就最终的值嘛 这是K 然后他的值是什么 Lode就是那个节点的名字 Lame就是圈的名字 Type就是什么 Felix 就是那种混合型的嘛 对吧 NTFS和什么 这个NFS都可以用的那种 啊 你看如果转换成这个这个 哎 阿军啊 阿军在不在 说 阿军 你觉得这么转换成字典之后 看来好像更直观的哈 我们说这样子就这样是集合 历史的一种方式来访问嘛 对对对 因为我们我们按原来那种方式的话 是一层一层的嘛 还要写他那个 方法是不是很多 还要写他那个Stream 但是你把它转换成的字典之后 其实就这么几层 看到没有 这个对应的 这样写去简化了嘛 如果不这样写 就是像上面上一坨东西 那很难看 就像昨天我们那个一坨 因为那个一坨 其实不太直观哈 我们也知道就是一个塑形结构 但是如果你把它转换过来看的话 就比较直观了 但是哈 你在你在这里面去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你说我们刚刚看这一坨 就是这个 你看就是这一坨嘛 你看我转换过来了 是不是 我们去我们去看一下哈 你看你看 这个一坨 比如说你打印这一坨的时候 你就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他其实还是还是很乱的 你看到没有 他就打到最下面 你看 设置在这里是个类哈 这个不是element的那个类了 因为转换过来 他变成一个什么order dictionary 就是一个有序字典 这是一种数据类型哈 一种高级的数据类型叫有序字典 好 然后呢你看他里面有值嘛 你看类的名字你看类的的名字 是不是中文010 你看他是不是被取出来了 这里取出来了吧 对吧 也就是我还是可以通过这个来取直的 这个就比较比较直观了 但是呢 你要对什么 你要用这个工具 然后 你转换之后呢 你还要看 但是他这个结构是死的 你其实在那个塑形目录上面 就是你生成API 你用API生成XML的时候 你就看得到 所以说你可以把它写死 我觉得 所以说我把它保存到我的字上面 形成一个什么 一个固定的成绩结构 那就是今天我要跟你说的XML 还有就是YAM 还有就是XML 转成那个字典来直接操作 就是今天我要说的 OK了没有 OK了 我是大概听了个明白 那个 曾经我跟你说 昨天那个阿军给我讲的时候 我也觉得我很明白了 真的我明白了 然后晚上回来我做实验 我做了两三个小时知道吧 我做了两三个小时 做到我看他跟我讲完 我吃完饭差不多从7点过后 我做到10点钟 然后做出来之后呢 我又改 我又去变化了一下 比如说亚门啊 和那个字典呢 这样切来切去的 然后呢 就还是要动手才能够理解 但是你现在至少知道这些概念 和APA到底是怎么玩的吧 哎 那个我知道APA怎么玩的 这个我想再问一下 因为我前面有一段没听到 那个我就从那个APA里面 把他这个结出来 就是你那个背面那个东西结出来 你结出来是这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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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我结出来以后 超以上的 全是结出来的 对我知道 这个结出来以后 然后那我不仅仅可以用在 你比如说你这192.168.20.11上面 还能用到别的那个 所有的机器都是一样的 对吧 对吧 我只是把它做出一个范例 把它可以结束 一样的 你改一下IP就行了 对 无非就是你把你UNTAFE系统IP改了 密码用 就是密码和IP要改 其他就没什么了吧 OK 另几个编量写 那几个就行 或者写上的 这里还是 其实其实我觉得你要改的地方 还有你应该做几个模板 你看我这些做的 是一个圈的模板 对不对 对 那你人家让你去巡检 比如说巡检巡检VSAVER 比如我有100个VSAVER 对吧 对 或者我让你巡检LIF 我这里面并没有LIF 所以说神剑我觉得你 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autosupport 这个东西里面大部分都是XMLIR的文件 我觉得就是这起做这个作用的 但是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是他其实就是相对于是XML 是LIF的官方格式数据 数据类型 官方数据类型 我这样说对吧 他的日志 他的API生成的 都是这种XML 因为用XML 就好像我们都是用数据库去存数据 那数据库无非就是三种 这个SAVER MySQL 或者是Oracle 对不对 他都是关系数据库 或者是MangoDB的建置数据库 那我们主要统一的数据规范 他就这个意思 但是你不能用套用我这个模板 为什么 因为你是真正要用的时候 你用的是他的这个数据结构 而不是用的他的这个属性的组合 真正属性是你要到API里面去选的 根据你这次巡检的要求 对吧 我这样讲是对吧 对我知道 对吧 API怎么样 因为我以前也知道这个东西的 但是呢 我只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把它转换出来 你知道吧 转换出来 没人跟我说过这个事情 不 其实呢 其实昨天我也是通过跟阿军之间交流 其实阿军他明白这个XML是什么意思 他跟我讲他说一层一层的对吧 他又跟我讲那个API是怎么怎么选的 当时呢 他可能有些点他也不知道 但是他就试试试着 我们两个在那里试试试 大部分他就是试出来了 知道吧 阿军以前也没这么用过 阿军 我在西少用过 但是这里没用过 对对对 我猜就是差不多这样子的 就是结构和原理是一样的 那其实其实阿军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其实以我们正常的智力来说 只要理解一次之后 就明白他什么意思了 就没难度了 是不是 差不多这样子了解了就差不多了 对 因为当时为什么陪伟讲的时候 神兰兰和我都没太听懂 神兰兰是没听 我是有点没听懂 为什么呢 他是两头了 他一头呢跟你讲那个Python的基本语法 一头呢 他又是在讲这个 这个XML里面很多高级的属性 在那里就是掩饰嘛 就是说他都两头 两头都讲了很多 我中间怎么衔接的 他就讲很快知道吧 很快 我们又没用过这个东西 就不熟嘛 不熟就跟不上知道吧 是这么一个客观的情况 我觉得 哇 他这样如果你说个询检程序的话 你这个东西 你在一个脚本里面 变量得都到死啊 不是不是 是这样的 我我想过你说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怎么怎么说法呢 就是说 正常的说 那个老外做软件呢 包括on tape系统 好的功能我们都用不上嘛 对不对 那实际上他把这些东西做出来了 你不一定要就选这么多嘛 对不对 你看我刚刚选的选的很简单嘛 就是常用的 券的状态 券的空间 他可以还抓住 比如说快照的使用率 快照的保留空间 我都看到那些字段的 呃 他主要是一些主要的 比如说客户关心的字段 你就可以抓出来嘛 但是如果你用脚本去写的话 其实你就看不到这些东西咯 比如说你去 你去vsaver show 或者是volume show 其实你要去 就昨天那个阿俊讲的 那个讲的很好 他说volume 比如说减那个instance是吧 instance的时候 不是有很多选项吗 你通过那个fail指 fail指是吧 就可以显示出了嘛 字段嘛 对吧 那个东西你真真询检的时候 你做的专业化 你肯定要把那些相关的字段 列表加进去吧 人家这个API 就给你提供了这么一个 庞大的集合 让你去 我这有扩展嘛 然后你可以去选 他不是 我觉得不是扩展 他本来就有这么多 比如说他有一万个 你可以只选200个 或者是50个 对吧 但是你保不起不同的人 不同的公司 他有不同的需求嘛 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提供一个很规范的东西 就是这个xmail的输出嘛 对吧 我们对我们角色来说 其实我们其实用不太上 其实对于PS的 比如说PS1和PS2 PS高级控制是肯定用得上 我觉得 对吧 你说我一个换键 你用得上的 你学会以后会挣很多钱的 你这个说法 让我有点震惊 副业副业已经出来了 不是副业 真的不是副业 他这个东西 实际上我们今天这么讨论 你就明白他的一个大字结构了 剩下来就是你拿着那些脚本去改 对不对 对不对 对的对的 其实其实这里有个问题啊 就是什么呢 其实裴伟和大伟一直在说的是什么呢 他们一直在说的就是我们怎么去 有了那个参买文件之后 我们怎么去处理它知道吧 怎么去处理它 他一直在说什么 他一直在说那个那个API的处理 处理就是说你要去写一些货行环 你要去写一些格式化的输出 但是其实今天我想了一下 我觉得最好最方便的还是把这些 你抓出来的这些字段呢 全部导到那个数据库里边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比你自己去写啊要要好得多啊 数据数据库有好多好多查询的方法啊 好多为了那些模糊查询啊 赖克语句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的是吧 那些运算符好丰富的 你这种靠手写其实效率不高的 你看我就写了个破循环嘛 对吧我就是打印这个这个东西 我没判断哪个卷是有问题的 是不是 我也没判断哪个卷的使用率超过80% 他就要告紧了或者是说要出个尾迫啊 这种 对吧但是基本的结构有了吧 好吧还有没有问题 但是没有了你什么时候你帮我们讲一堂 我讲pathon就比较基础了肯定听得懂 我也不说别的就一个礼拜一次吧 大家可以一点吧 我觉得我觉得我看一遍前看后忘记 但是因为没有很很长时间 你说的pathon我跟你多聊两句哈 那个阿军啊沈南南都有编程的经验哈 我说我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哈 因为我的方法呢可能跟你们的方法呢不太一样 我自己有一个个性化的思路哈 我觉得学这个编程语言和我以前写脚本 我你那个时间写了很多脚本知道吧 那我是觉得呢 以前我学编程呢就是去学语法 这个这个这个列表是怎么样的啊 那个那个字典是怎么样的 打个比方哈 在生意语言里面哎指证是怎么样的 就是完全是那种线性的学习方法 最近呢我我我去上海的时候 我去上海不是接那个那个tpm的那个那个活吗 接了之后不是就培训吗 让我来去讲那个netop的tpm的培训 和带了L10002000讲多了之后 我就发现个问题 什么问题你要用结构化的去学习 比如说你像现在我来我来理解pathon哈 我就觉得他是什么数据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和什么流程控制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呃 函数实力呃函数类对象实力方法 然后最后啊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一步编程 那我就我能说出它的整体结构哈 那你问我数据类型呢 我就能说出什么比如说字典 最前面的就是什么呃整形辅典和那个字不串 这是基本的那复杂一点的就是列表 列表字典和原主嘛tupo 那其实这些都不重要我跟你讲 因为重要的是你把这些串起来 做做做一个案例出来 这个案例就包含了所有的东西 比方说举个例子哈 就是那天晚上我做的那个通过python 把那个呃把我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些一些输出嘛 一些列表导到那个excel里面去 又从excel导回来 好然后又从excel导回来 这个又直接从excel 就直接贯穿到什么贯穿到MySQL里面 或者通过python去连接MySQL 然后给把列表导到 导到我的MySQL 一种MySQL导出来 然后又把excel和MySQL对接起来 你去做这种实验你会发现 其实很有结构的知道吧 你看后来我又去做这个微框架 这个flask 我其实想的方法很简单哈 我没有去想那些很复杂的什么 网页继承呢 但是没办法要做的哈 我就想了一个东西 就是我怎么把MySQL的数据 通过python取出来 放到我的网站上去 放到网页上去 不是网站 放到网页上去 去让人家看 因为你其实我们现在做的python 都是在命令行里输出嘛 你那个输出其实是别人看不到的 哪怕你把它导成一个excel 人家看也好看嘛 对不对 你有个交付嘛 你把它找到web 很多人都可以看嘛 上网对不对 你自己在那个内部还是没有用的 所以说 所以说我去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还是用应用来做 比如说你做一个sale的时候 你会发现里面有循环 对不对 怎么去循环到行和列 还有什么 那个列表的下标 对吧 还有二维的数组 二维数组 就是二维的那个列表 双重列表 我们说的 其实你会感觉到很多 什么去联数据库的时候 你看这个东西的 什么联数据库 什么是游标 什么是connection 你去抓这个关键字 游标是什么 connection是什么 很快就理解了 其实我这两三周 就是学这个python的 被厂商压力之下去学这个 其实还是很有鞭策作用的 真的我还学到很多东西 突然之间好像就觉得这个结构就有了 我还能自己做一点这些玩具出来 其实这些玩具很重要 你直接就纯粹 学语法 我有一个小小意见 我不知道 蓝蓝以为这种感觉 就是就是裴伟在讲那个语法的时候 他就讲那些 他把那个语法当成那个奥数来讲感觉 就讲的很深 对吧 蓝蓝 对啊 扩展的 扩展的太多了 不但是他没有应用啊 他那个语法没有应用 他扩展的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那个里面的那个变量 某个符号怎么写啊 或者怎么样 一个来就是说 你不知道怎么用 主要是知道吧 就是理论和应用 你没有实际场景去去利用他 他所说的那些东西 对 你比如说我要给你讲 他教了你 对啊 教了你很多 但是你用不到这些东西 最后你就就就有个懵逼的问题 我操怎么用啊 对不对 他讲应用的是呢 又完全跑到生产环境的前端 中间就有个断档 对我来说啊 就有个断档 因为我是初级的嘛 如果阿军就不觉得 因为阿军他本来就做这个东西的 他也做过这些这些东西 他就他就能够能够能够跟得上知道吧 他中间那个他已经填起来了 我没中间那层知道吧 他在三楼 我在一楼 中间二楼没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你看 现在我初级的 我能用python去连webo 我能用python去连excel python去连byseeker python去导入我的压门文件 python去导入API的那个timer 对吧 那其实你看这些小案例 合起来的话就比较好懂 是吧 我是说这种初级的感受哈 行吗今天怎么样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要讨论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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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